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你伊朗啊 在你伊朗的首都德黑兰的附近 有个地方叫做土耳库扎巴德这个地方 你藏有大概数百吨的核装置跟原料 那当然伊朗就很严正的就否认了 说没有这回事 这样的一个事情过后 我们很明白的了解到 中国大陆跟俄国 还有欧洲的德国 英国 法国 也开始居间斡旋跟协调 那当时德国 英国 法国 他们也是站在 跟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同样的立场 认为美国是不可以片面的 撕毁这个核协议 所以大家都想共同的来挽留 这个希望美国改变主义 但是美国撕毁这个核协议以后 美国对伊朗就一直施加压力 开始给他很多的制裁 伊朗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我就没有必要遵守这个伊朗这个核协议 但是我们看到德国 英国 法国 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态度中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保持了一个往后退缩了 当他们往后退缩以后 伊朗就说你德国 英国 法国不应该遵守 这个美国的这个制裁 你们应该要有道德勇气 当然德国 英国 法国 特别是德国跟法国 也就鼓励他们的企业跟银行说 你们还是可以继续跟伊朗做生意的 但是美国人就说 你这个德国 法国你们的企业 如果跟伊朗做生意的话 我就对你的企业实施制裁 那德国跟法国就说 我跟你撑 你们还是可以做 但是当这些企业跟伊朗做生意的时候 美国就给他们制裁了 而德国政府跟法国政府 并没有保护他们的本国企业 没有跟美国人对抗 所以这些企业纷纷的就主动的 就跟伊朗就开始减少了生意 这样的情况对伊朗的这个经济的压力 跟制裁的效果就一直浮现了 那伊朗寻求俄国跟中国大陆的协助 俄国跟中国大陆在这个部分里面 给予伊朗很多的支撑 而且他们顶住美国的制裁的压力 用尽各种办法协助伊朗 所以伊朗就暂时也就遵守了 这个伊朗的核协议 这样子过了一年 过了一年以后 伊朗认为 你德国 英国 法国 你们应该要有态度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帮我 但是还不够 因为我很多的经济是跟你欧洲来往的 所以你欧洲如果都是受到美国这样的压力 不跟我做生意 不跟我有经济来往 我的经济真的是走不下去 这样是不行的 但是德英法 他们三个国家 缺少道德勇气 也缺少抗压性 他们退却了 所以在今年的2019年的5月 伊朗他们就宣布 说那我没有理由 要完全的遵守了 这伊朗的核协议 因为美国已经片面的撕毁了 因此我每隔60天 就做一个阶段 什么样的阶段呢 每隔60天我就做了一些动作 慢慢的就完全朝 这个撕毁伊朗核协议的方向走了 那当然这样的一个动作 对于欧洲国家来讲 或是对以色列 对于沙烏地阿拉伯等 这些国家来说 他们的压力就慢慢的 就浮上来了 大家最在看的是 你伊朗会不会做到 因为美国说 你如果做的话 我给你更强大的 这个经济制裁 但是伊朗按照他所宣布的 就是我就会这样做 首先我们看到两个月 就是60天一满的时候 他们就宣布 他们的这个核浓缩又的容量 增加到300公斤 增加到300公斤的时候 这压力就出来了 为什么 因为大家根据伊朗的 这个能力来说的话 它的浓缩又跟数量 如果一达到一个标准 它就能够做出核武器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德国英国法国就开始斡旋了 可是问题就在于 这三个国家 还是不敢跟美国人对抗 也不敢给美国人施加压力 所以效果很差 又过了60天 伊朗就宣布 他们的浓缩又从3.76% 提升到4.5% 一提升出来了以后 又有300公斤 这样的情形 那就给这个以色列的压力 就一直上升了 以色列就开始有点蠢蠢欲动 想说是不是已经要开始动手 用斩首性的 或是精准式的外科手术 摧毁伊朗的这个核设施 但是问题是 伊朗的核设施 到底完全是在 以色列的情报掌握内吗 以色列又没有这个把握 因为以前在美国总统 欧巴马的时候 他就证明给以色列看说 有很多地方 是以色列的情报 所没办法掌握的 但是伊朗确实有 核浓缩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所以以色列就不敢贸然行动 因为伊朗已经拥有 这个忠诚的弹道导弹飞弹 能够达到以色列 但是如果他有一旦有 核子弹头装上去的话 这个以色列承受的压力也很大 而且如果引起周边的 大规模的战争 这个对以色列来讲 他也是重中之重 他本身也不敢贸然行动 所以以色列也就克制住了 这样子又过了六四天了 我们看到到了现在 十一月的时候 伊朗宣布 它启动了一千零四十四台离心仪 也就是要提炼浓缩釉的 而且浓缩釉的风度 要开始往上升了 它打算要达到百分之二十 启动的更多的离心器 再加上要提升到浓缩釉到百分之二十 哇 这个引起的压力就不同反响了 现在的联合国的原整的委员会 就在于内唐尼亚所指控的德黑兰的这个地区里面 他们确实发现有幼颗粒存在 换言之也就是说 在别的地方已经出现的有这个浓缩釉 或者是有一些核活动出现了 再加上伊朗宣布 它已经进入第四阶段 它要开始加速浓缩釉的提炼 跟它的储存量的时候 这个对于英国 法国 德国来讲 他们的压力更大了 但是德英法的这三个国家 竟然不是向美国施压 这三个国家外长就赶快召开会议 聚会了 聚会了以后在十一月十三号 他们竟然发表联合声明说 要求伊朗要遵守核协议 这很奇怪 美国片面的撕毁 所以伊朗已经拥有权力 逐步的去解除它的 这个核协议的限制 因为伊朗之前是完全按照 这个核协议 而完全按照核协议的时候 你签约方的其他的六个国家 也就是中国大陆 俄罗斯 德国 英国 法国跟美国 应该也要遵守 但是当美国片面撕毁 伊朗按照规定 一步一步来走的时候 你德英法也应该 还要继续遵守 伊朗按照原来的规定走 你怎么会德英法 却要求伊朗要 回到伊朗的核协议 而不是去要求美国呢 所以如果德英法 继续缺少道德勇气 继续不走国际正义的话 它等于是 伊朗一看着 你德英法不足以靠 所以也就没有任何期盼 也就没有任何想象 这样的情形下的话 伊朗如果再加速 它的核浓缩的活动 风度越来越高 到90%多的时候 已经可以做出核武器 再加上它有中程 弹道导弹飞弹 如果它一旦又突破 洲际弹道导弹飞弹 而且精准度越高 速度越快的话 那这样的话 也可以达到美国本土的时候 美国怎么吃得消呢 这样的情况 我们很明显的看到 中东地区又开始陷入 一种动弹不安的情况 因为对以色列来讲 眼看着伊朗的浓缩 又数量越来越多 浓度越来越高 而且它的中程弹道导弹飞弹的 发展的进程 速度越来越快的话 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 它也会造成很大的威胁 而且伊朗的力量 已经往左右两边在扩散了 例如说我们看到 伊朗的力量已经进入到伊拉克 现在又进入到叙利亚 所以伊朗的势力越来越大 什叶派的力量越来越大以后 也会给逊尼派感觉到很大的压力 更何况拥有核子武器的什叶派 对没有核子武器的逊尼派 他们压力很大 那没有核子武器的逊尼派 会不会想也要拥有核子武器 如果逊尼派也拥有核子武器 那以色列对他来讲的话 那不得了 那这未来该怎么办 所以中东地区 由于美国的撕毁 这个伊朗的核协议 再加上德国 英国 法国 没有道德勇气 没有给美国施加足够的压力 没有透过欧盟 跟透过北大西洋工业组织 给美国施加压力 我们看到中东地区的这个火药库 它的这样的一颗不定时的炸弹 已经开始开始开始在点燃了 危险了 因为到以色列难以容忍的地步的时候 以色列相当有可能 不再听从美国的劝告 也不再理会欧洲的态度 它可能贸然的自己采取行动 而以色列一旦贸然的采取行动 双方之间的军事冲突 一发不可收拾 这是我们多大的灾难 台湾也要留意 亚洲地区的国家也要留意 特别是缺少能源的国家 都要特别留意 因为它会造成油价剧烈的波动 目前的经济状况已经不好了 如果再有一个火药库爆发 我们都不知道未来的日子要怎么过 新闻也可以这么看 我是南岳谦 我在无事的觉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